Hello, 大家好, 來到今天專題 今天專題, 當然要講財政預算 是, 本來我們是財政預算當日拍的 但是我們主要是因為我跨著博彩 所以我們當日做, 結果就是 二李就跨著睡覺 所以我們本來由下午拍到深夜拍 由深夜拍到翌日拍 所以現在是星期四拍 但是星期四拍, 星期四就已經出了 所以我們唯有星期五拍 但我們應該都會講幾天 但問題是, 首先最重要的是 先講一下博彩瑞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是一個非常難倒的台 所以我們就一定會先講一下 你昨天講到十二點幾凌晨 你這樣講 我沒有講我是博彩 但你無端端就發訊息 就是叫我多贏 那是不是多贏 打得很差 因為對手太弱的時候 就輕敵 所以很慘, 很黑, 打錯了 所以輸了三千元 嗯, 小數 看看財政預算案 怎麼看博彩 待會再看大師你的博彩 財政預算案 當然在昨天公佈的時候 就講到很多不同方面的事情 而在博彩稅這方面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焦點的話題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現在賽馬會 每年他都會交不少稅給政府 在昨天公佈到 在2022至2023年度 博彩稅對政府的收入來說是255億 而這裡就分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賽馬 第二部分是博彩 第三部分是足球博彩 而昨天才爺他講的時候 他就會加回足球博彩這一部分 因為原本是收一半的 50% 這一部分的數是99億 即是政府收到99億的稅 現在才爺在昨天就說 要定額去加24億 每一年為期五年去加 所以如果這樣算下去的話 就由50%的稅率 在足球博彩這部分 會加到等於六成多 假設他在明年的足球博彩稅 都是一樣的話 所以這件事一出來的時候 當然記者也有繼續去追問 才爺 而馬會也在昨天發表了一個聲明 或者對這件事的回應 馬會就說 其實他收入會大幅減少 而且才爺這樣做 有機會令到博彩 會偏向外圍莊家 將錢流失去外圍莊家 所以現在加博彩稅 大師這方面又怎麼看呢 首先就是 其實香港 還有澳門 本來就是國師奇蹟 香港就做金融 澳門就做賭博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上 現在最大的賭博 最大的賭博 最大的賭博的額 其實就是去了 博彩那裡 香港是由賽馬會 它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賽馬會壟斷了博彩 即是非賭博 即不是推伯家樂 不是遊戲 即不是競技 不是遊戲 不是那種狀況 現在最大的賭博 就是去足球 或者可能是拳擊 我有朋友到處都找到拳擊 這些這麼大宗的博彩 或者甚至是 類似是馬錶 或者是那些這樣的博彩 這些數目 其實到了最後的數目 將會遠遠會大於 真正的遊戲 那個是娛樂性 即逼逼式的博彩 是的 所以現在這一個 就變成最大的 所以澳門也會有相同的 大家所有遊戲 其實要包括這些 那些 馬會就是近年 就越來越多這些做法 而這一個是全世界 在國際的外圍 所有的東西 全世界最大的做法 那我再說 賭博的定義 賭博的定義 究竟什麼叫做開賭 什麼叫做不開賭 我不知道那個 國際間的定義是怎樣 或者是有什麼 但是我很記得 當年的時候 是台灣開 南部開 那個叫做 Pachinko 台灣當時的時候 就有很多黑社會 那於是大家就說 是怎麼把黑社會 立立正軌 或者是怎麼去 去辦理管理呢 他說不如開賭博吧 那像陳水扁的時代 類似是 做台南的 就開賭博 他叫做拍頭哥 拍青哥 就是彈珠基 他說 開賭 你很難 很難去說你怎麼開賭 那於是他解釋 拍青哥 不是賭博 為什麼呢 那個定義是 如果你的水分很高 你就不是賭博 你的稅率很高 因為拍青哥可能收三四十 即是二三十 即是你的命中率很低 就是娛樂 就不是賭博 即是類似馬路 賣馬錶 馬錶 馬錶 我忘記了 大概一半機會 就是稅率去了很高 反而你推伯家樂 那些 三百分比仍贏 贏輸的孫子很小 或者好像色仔 那些才是賭博 即是說 如果稅率很高 就是賭博 所以馬會的稅率是應該的 或者抽那些 我解釋一下 究竟什麼賭博 什麼賭博 或者之類 所以做這些拍青哥 因為政府說 你輸一定 所以就不是不道德 你反而有贏有輸 才是不道德 明白嗎 你記住那個問題 所以理論上 其實呢 理論上 你可以開國最好夫妻 因為國最好夫妻 其實你也輸 那反而不是賭博 那定義是這樣的 當初的時候 台灣就用這樣的定義 但是這樣的定義 我相信是國際定義 那現在我就再講 其實這個世界 我想 未來最大宗的 可能性的賭博 所有的現在和未來 都是足球球賽 全世界都是 那最大總價可能都是中國 那外圍 我想是大過你什麼 是十倍的 因為外圍有個競爭力很多 但是馬會到最後 就擊敗了外圍 因為它有回用 嗯 就是說馬會為什麼到最後 可以擊敗外圍呢 因為它對於大客 應該好像是八百折 有沒有記錯 啊 即是投注的時候 一萬元以上 有八百折 那時候就擊敗了所有外圍 其實就是到最後 都是回用 到最後都是回用 相同道理 如果增加了稅率 你就會擊敗了整個 你就會令到投注減少 我的投注減少有兩樣東西 其實大家是這樣說的話 啊 毫無二萬元 會令到投注減少 那投注減少的問題就是 你的餅做大 將來做小 這個其實就跟股票引花上一樣 股票引花上為什麼 我們反對 以前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反對 你最多買少了 那你買少股票 你不要壞 對不對 沒有壞的 那就輸少一點 對不對 賭市都買少幾次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那個 現在你所有東西 全球化的時候 你當你去 加了這些稅的時候 你的錢是去了外國 是一嘴人 那個餅是小了的 整個餅是小了 關門打狗是沒有所謂的 我不抽你 你的錢去到別處 沒有所謂 你的錢你離開不了香港 但是現在的錢 離開香港太容易 現在有外部競爭 沒錯 所以視乎你的錢就是走了 這個就等於 我經常說共產主義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共產主義最大的問題 就是錢會離開 人財和錢會離開 你在外部競爭 如果全世界都一樣 不能離開 但問題是有競爭就有問題 有競爭就有問題 所以博彩稅和什麼 其實是相同的一件事 馬會說得對 你的錢會離開 走去外國 去賭別的 買別的足球博彩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政府這一點 香港的足球博彩 香港足球博彩 香港足球博彩 知道你稍微有一點門路的話 稍微有一點門路的話 你都會發現香港足球博彩 如果不是那個祝賀博彩 香港的祝賀博彩 本來已經是很沒有競爭力 現在就是進一步沒有競爭力 當然馬會不是太過反對這件事 因為馬會 到了這件事是葉文淑儀提出來 葉文淑儀作為行政會的首席 他的召集人 他當然是知道這件事 但是 馬會就認為我讓他多開幾番 但是他暫時未見到開多幾番 開多幾番對馬會來說是沒有什麼 但是錢是毫無疑民離開的 跟煙稅有相同的分別 你買煙稅 買得煙多的人 加煙稅 人們就吃多些私煙 私煙已經越來越大的市場 私煙反者越來越開心 但是私煙的問題就是 你買了煙 加了煙稅 因為 抽多了 人民負擔了 市民負擔多了 那些人去買了私煙 但是賣私煙的人都是香港人 但是開外圍的馬 波那些 就不是香港人來的 這次是走失了 正如和股票一樣 這次是走失了 你的餅就小了 問題就出現在一個餅小了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為什麼會 這個叫弟弟的玩品酒 越玩越熟呢 這個陳茂波 阿馬 佐治康長 本來現在肥水是流到外國的田 沒錯 沒錯 如果你私煙 你反而私煙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私煙是給了香港人自己做的 香港人自己做的 自己賣回私煙的 實際上 A 和 B 實際上是沒有分別的 實際上是分別不大的 整件事是不會引擾到的 但問題是這件事 還會非常引擾到的 是 但是我昨天 見到財爺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記者也有問到財爺關於馬會這個問題 其實財爺 我聽到他的措辭也算挺強硬的 記者問他關於馬會這個博彩事業 他說 已經考慮到本港博彩事業的整體能力 馬會也不會減少承諾對慈善方面的投入 然後他原據就說 馬會要想一下怎樣去absorb 即是說怎樣去處理這個24億 他節流也好 用他的reserve 也好 要自己想好 那我只能說 我簡言是分一句 餅小了 那些錢流了出街 即不是唐宋文堂的錢流出街 還有什麼樣子 你不懂我自己計什麼 你最重要就是計香港的餅要做大一點 如果香港的餅要整治細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那個股票印花稅一樣 股票印花稅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說什麼都好 錢走了 錢走了就炒美股 沒有美股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美股是沒有分別的 但現在有美股的時候就有分別了 沒有美股最多是成金額比較小 但是現在的成金額是去了別的地方 沒錯 就是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馬會在聲明上也說到 現在的香港博彩稅已經是全球最高了 所以對這個加稅的政策就強烈保留 如果這樣加稅的時候最終得益者就是境外莊家 這就是境外莊家的問題 這就是境外莊家的問題 這件事是你把香港的餅做小了 所以香港的餅做大了 你收小些稅是對的 是可以的 即是說問題是有些東西是糖水滾糖業 譬如你加印花稅 印花稅的錢連是糖水滾糖業 是自己在那裡的 給自己的境內流通 是的 所以就看看現在 這件事一定做的 24億一年 收5年 說到120億 那就看看這個對香港特別是馬會 博彩業 他這裡就說 當然是足球博彩而已 但其實他其他東西都會有影響 主要是足球博彩 但是這些錢走了 整個香港的幅小了 是的 所以其實 終歸去到其他的博彩 包括賽馬和樂彩都會有影響 這就是說他說因為沒有足球博彩 他有足球博彩的支持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屬於 大家就屬於 利用拉豬補救或者資料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影響到 我們香港的大局 香港的大局就是這些錢走了 是的 他在說你利用這些錢 去支助足球事業 或者支助賽馬事業 那不都不賽馬的關係 那這些反而是其次 是的 所以看看之後的影響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看看如何應對 我想不到如何應對 要是那個人的智力有問題 就很難跟一個不同的智力的人說話 是的 好 關於博彩稅 我們先到這裡 今天專題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